晚上睡觉就快塌吹了 昨天夜里下了一场狂风暴雨 早上起来这个地面都开始干了 这边都在剥玉米了 昨天半夜差不多一两点下的雨 我起来把这个盖上来 看一下这边有没有 哪里是进水 这里也没有进水 这上面还有水 这边呢 这里有没有沉水 没有 就这里积了点水 滴水下去吧 很干爽 风景山水美如花 从这个地方准备出发下一站 前面就是320的国道 离我的快递点还有25公里 下一站新晃 这个小镇叫新殿平镇 从这个小镇到一圈 就是为了绕了一个坡 那个坡都有43度的坡 太高了 怎么不走啊 这里是啥回事 碰到了 买了三个粉丝包 那个小笼包也买了三个 没有大肉包 小笼包 给铁锹吃的 我也要吃包子 这边的大山里面 种橘子的和种柚子的特别多 主要是以柚子 柚子为主 刚才这个急坡上来了 铁锹可能要上厕所了 到下面平一点的地方去 给它放下来 这里让它滑下去 等一下铁锹 等一下啊 到这个平整的地方 下来 铁锹上好了厕所 我们就继续了 直江上平村 这个在原来抗日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一个打仗的 一个打仗的地方 上面写着红军烈士纪念碑 然后这边是被 分为红色美丽上平村 这边还有一个做内衣的 一个小型加工塔 做女士内衣的一个 不错 在这里做一个加工塔 挺好的 就撑了两边的那个带子 挺好 可以带动当地的一些经济收入 这里将会有一个 2.6公里的一个山坡 到了贵州该如何是好 他们又说贵州的山坡特别多 又有的朋友说贵州的山多是多 但是它的路好啊 到底 不过只有走了才知道 好 现在咱们 把档位调大 好 档位调大 劲大一点 然后就是慢一点 慢一点就慢一点 再上那去 2.6公里啊 这里还是湖南地界 行驶在这个国道上面 就想着当年这里抗日的一场大战 哇 这里的山 当时这些山多么险峻啊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水泥路 都是土路 当时我们的中国八楼军们 游击队们在这个山里面 你看一下 是多么的能够体验得到这种感受啊 曾经打造了村庄 如今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们的生活都好了 建起了小别墅 前面这个是骑行的吗 他的推现在是一个上坡 我看一下 这也是骑行的 骑着玩 哎呀 现在这个上坡不能停啊 他是推车 我这一路遇到四五个骑行的了 终于过了淮化地界 紫江县也是淮化的 现在马上进入新旷界 新旷界过去了 就是贵州了 好 很快很快就要过去了 哎呀 休息一下 这么长一个转山坡上来了 1.8公里 哎呀 腿都踩软了 坐一下 哎呀 坐了休息一下 给车子的 发电机冷却一下 走了 休息了十来分钟 你们好 别的比我们专业多了 别的自拍干啊 你们这个不是更好吗 我的是更牛叉 哎呀 两位骑行的 这个是江口大桥 全长500米 然后下面的是污水河 这里是一个停车区 我在这里打一壶水 我先查看一下这个水有没有 有就打 没有就不打 哇 这个水估计有点难搞哦 哎 这个水好像有点难整 这边呢 哎 哦 这里可以 这里是否有电了 哎 有电了 有电了 哎呀 我现在大力缺电了 昨天下雨 今天也是阴天 我要给我补一下电了 好的天了 这个地方 在这里补一下电 这样的话来不及了 在在在在在 可以补一下电 那边有两栋楼 都是荒废的 空荡荡了 也没有什么人 哎 铁枪 过来 过来 不可以到公路上 你还冲过去 走走 进来 进来 这里凉快一点 好 坐 坐 在这里睡了半个小时 我看一下我的电 冲的怎么样了 我的铁枪好乖哦 我的车这边休息 他在那边帮我守电池 他也睡了这么久了 别吵 好 好乖呀 走 看一下 哇 那也冲这么几个电了 这边四个灯亮了 快了 这个快了 这个估计大概几分钟就好了 这边呢 这个也是个灯也亮了 也快了 快了快了 不然的话现在这么热 我就在这里洗个澡吧 把衣服拿着 洗一次 洗一次 现在是中午的1点钟 刚才把电池全部放上去了 全部已经充好了 现在准备出发了 看来这个用电无忧的问题很难解决 我都想有点 想放弃这个小房车了 准备搭帐篷睡觉 朋友们 给个建议呗 这个小房车拉还是不拉呀 我始终犹豫不决 拉着这个小房车很费电 不拉的话呢 哎呀 要睡帐篷 睡帐篷的话 刮风下雨这个问题 所以 但是你说 拉的话呢 一路爬山涉水 要很大的劲啊 啊 你好 一和一和 怎么说 烧电了 烧电了对 那你这个电瓶能管吧 电瓶能管 管 大山 大山受不了 大山受不了 这里充满了电 刚刚准备说要走的 一位骑行的一位老哥 看到我了 他现在去把他的三轮车骑过来 看一下他的车子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好 对 好